好 你代表我去谈听吧 我 就是你 今天的这个会呢 主要是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关于我们奥兰吉土兰公司 羊绒加工制造的 石秋果是代表高董事长 来参加旁听的 对不起各位 我有一些事情 要跟石小姐单独谈一谈 过来一下 我想你是忘了当初对我的承诺 什么承诺 你不是答应我不再见燕灵呢 可是燕灵被绑架 我有义务去救她 那你现在应该到处找她 你来这干什么 她已经回来了 这不可能 她到底在哪 她在董事长那里 你撒谎 姨妈不可能不告诉我的 我为什么要骗你 你可以自己去问她 那你代表我姨妈 那你代表我姨妈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来旁听 回去好向她传达 你代表燕灵 一会儿要代表我姨妈 我不知道你到底给她们吃了什么药 让她们那么听你的话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警告你 你最好不要坏我的事 否则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不管你是我的什么人 都不会放过我 等一下 你说我是你什么人 什么人 你会是我什么人 我是说在奥兰公司 不管你是什么人 请你都不要再想如飞飞了 我怎么会和一个从乡下来的 有什么关系 我还想问你那天的问题 什么问题 那个玉佩 我上回不是回答过你吗 如果你真的想寻求那个答案 我可以帮助你 但条件就是 你要按我的要求做事 听我的话 你知道这么对我是没有用的 我只想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 并不想影响你 那就最好 雨菲 还有什么事吗 我觉得 从一开始你就在怨恨我 一开始就是这样 我告诉你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 我心里就不舒服 你不断地从我身边多做属于我的东西 你就像一个吸血管 一滴一滴 慢慢地吸干我身上所有的血 你每一次出现 我就在问我自己 你有夺走了什么 石秋果 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恶物 我没有 不要再找借口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容易是借口 所以我不想再解释 只是我们两个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真的觉得很心痛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么假惺惺的真的让我觉得很好笑 所以怎么说吧 我只想能够帮到你 在我面前消失就已经是帮到的 你也要不然 我还能够帮到你 你咱们的汽车